为了鼓励全民参与节电工作 经济部推动智慧节电计划 以自己的店自己省为诉求 提出中央与地方合作例行节电 台南市6月将针对20类服务业进行稽查 台南市金发局特别举办说明会 吸引相关业者到场聆听 台南市金发局邀请各界专家 上台分享节能节水办法 配合中央推动的智慧节能计划 举办说明会 吸引相关业者到场聆听 节能的这些范围限制 大概就是以一般我们住宅 或是公务机关跟服务业为主要的一个对象 包含整个台南市侠内 包含所有的一个住宅 还有服务业 还有机关 我们希望说能够打造前面推动节电2% 生活习惯能够改变一下 就很容易达到节电的效果 台湾有95%的能源供给 仰赖进口 为了更有效率的使用电力 经济部提出智慧节电计划 台南市配合中央 6月起将针对20类服务业场所 展开节能机查 透过冷气不外线 禁用白赤灯泡 及室内冷气不得低于摄氏26度等 期限内如果没有改善 最高将处新台币10万元发还 旅馆业用电量本来就是很高了 所以我们一直想说 在怎么在这个节能方面能够追求节能 节电 19万24万中间的那个差距 那个水费我们大概差不多 2万多块这样 回去的话我们可以依照这种方法 下去节减 希望也是能朝向说政府推广了这种节能减碳的目标来迈进 除了向服务业宣导 台南市政府也将举办相关竞赛活动 让节省能源从企业与民众的生活中做起 达到自己的店自己省的目标 新唐人亚太电视时机望林荆棘 台湾台南报道